我现在在黄花沟地质公园,大家看一下 这现在是海拔2040米 这个是那个地貌形成的这个怪石 这里应该是差不多接近这个最高点了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另一个高点 这里是黄花沟地质公园 这是基本上是接近2100米左右的海拔 然后从这里可以看到 基本草原所有的风景 山顶的怪石 山顶的怪石 地质作用还有风势形成的 这边几乎可以看到那边有很多的蒙古堡 这一天来旅游的人还不是很多 山下是一个镇子 基本上全是经营的蒙古堡 这边是一个断崖 下面很高 目测一下有三四十米的距离 这块大岩石上 为了拍摄我从这边取了个取了个景 实际上这个岩石是不允许攀登的 大家以后在旅游的时候尽量不要攀登 以免发生意外 刚才我们在东边 现在我们来西边拍摄一下 到处都是这个巨大的这个 滑能风电的这个风车 风力发电车 这个是很壮观的 满山遍野基本都是 然后那边云彩挺低的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西边一个高点的景色啊 从这边看那个是一个非常高的高点 海拔可能比刚才那边稍微低点 但是也在两千米左右 前面全部是蒙古堡 远处也是 再给大家从后面拍一下啊 这是后面草原后面的景色 好这个视频咱们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